大家好 在开罗日我和阿铛都会精心去选择好码 和选择好的提示给大家 希望我头在头细第一天 我们就和码会拿回使用 有一个好的开始就非常好 这次我在另一场的五班长次 精算了这几只码给大家看看 我觉得这几只码都应该有些机会 不过当然始终贵初变数会大些 如果你觉得可以 大家去看看 你觉得不可以 章牧师也是登的 不要紧 少买这四只都可以 记住我们今季的会费比之前便宜了 而且我们只有一种会员的推介 就是这只鑽石会员 238元每个月铺铺称就OK 记住看完阿铛的心水 看完阿铛的心水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Facebook 记住Like 还有我们的频道也要Like 非常非常之好 事不宜迟 这场五班马的编曲里面 这几只 留意一下 大家看看上季的飞药精英 如何在季尾那场赛事 打开胜利之门 飞药精英是11号 白色衣服 白色粉红帽 黄色就粉红V领 现在第五位是飞药精英 暴民有些磅位的马 真的有一手 因为他不用那么多四球 看到现在 放头的是这只 南俱王 南俱王就是7号 然后看到2号 就是这只 殷浪人生 我推介给大家 这只飞药精英 已经开始 在中间的 进占到第四位 第五位左右 一路前面有遮挡之下 暴民都真的不方不望 进入直路的时候 其实两件坐衣 都比较容易认错 和旁边的那只马 都真的相似 和14号 这一只 线路光明 但是飞药精英 真的飞药 这场马 暴民就不断打 不断打 因来人生 又不够快 跟着那只南俱王 回来也是只有个艾志 结果 这场马 OK 有个 11倍 就被他搞定 没有交换 所以其实暴民 那些 重磅的马 我觉得也是OK 那他这场 就虽然 不是说真的很重 但是 我觉得 完全都是 可以去 想一想 始终他上季 尤其都是会赢 今次四档134 磅重了一点 但是 我觉得怎么都要去 兼顧 因为这只马 看到他上季 因为刚才那场 都会赢得都不错 那方面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第一个就是 这只马有魂 今次就二档 揹到最重的榜 就配上巴道 的档位 可以就帮到 因为其实上季 跑马地的1650 他就 季尾都上病了 而且 季初其实 他就在这个 快活谷 他千亿都赢过 但其实你说这只马 是不是沙田 完全不行 我觉得在五班 就真的不会说 差得很远 而且始终这只马猫 都算是有个表现 可以去想一想 另一只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 了康明 马房这只 有你有我 有你有我 其实 司集的演出 都不错 本身上季 都在跑马地 上季一次名 今季 司集的演出 都不太差 加上 有艾杜娜 帮手 不算很重 大家都要去看 最后一只 他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只十号 投资欧里 投资欧里 其实在 沙田千亿之前 都赢过 今季都七岁 博他 在米达的马房 跑出一些新鲜感 而且 这只马 你不要以为 他真的完全不可以 其实他跑沙田 都算是适合 而且他 的演出 真的 不太差 在 8月27号 那个试集 他也是 有一个 挺好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 投资欧里 都是个 不错的选择 田太安 一枚二十四磅 七档 都可以 重复今次的心水 菲律精做 胆脱马有运 有你有我 和投资欧里 好拍档 阿鵬 就一样有好东西 提供给大家 记住看他的心水 星期日 一起赢爆马会